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 作者 格雷 凯篇 小女儿劳伦出生一周后 我和妻子邦尼累得要命 一到晚上 她就多次把我们从睡梦中弄醒 还有更糟的邦尼分娩时产道破裂 天天吃止痛药 连走路都成问题 我只好留在家里照顾 五天后 她的身体才略有好转 我又重返工作岗位 那天 她恰好吃完了止痛药 她没有往我的办公室打电话 我的弟弟前来探望 邦尼请他帮忙买药 粗心的弟弟出门以后 很快就忘了邦尼的嘱托 在疼痛中 邦尼忍受了一天的煎熬 她还要照顾刚刚降生的婴儿呢 多么糟糕 多么不幸 我却一无所知 刚刚下班回家 我就发现她情绪不对头 她铁青着脸 对我做一声抱怨 又一句不满 我成了她的出气筒 我不明白 早晨还好好的 转眼间竟成了怨妇 她的表情真是吓人 每一句话都哆哆逼人 这使我胸口处的火气 渐渐窜声 她说 我疼了整整一天 一片止痛药也找不到 我下不了床 从早到晚的躺在这里 谁也不关心我 我不以为然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你能怪谁呢 我怕影响你的工作 而且 你弟弟不是刚好来了吗 我让他出去买药 可他忘得一干二净 我白等了一天 我还能怎样呢 我根本不能下床走路 你们谁都不管我了 我的心情本来就不好 白天工作压力大 下班后还得接着找气售 我无法忍受 况且 他又没打电话 我当然不知道情况 尤其让我恼火的是 他好像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 这不公平 为什么这样指责一个无辜的人 岂有此理 我们的情绪都不好 互不相让 彼此埋怨 一怒之下 我愤然走向门口 是的 我要逃避 我多么疲惫 多么恼火 我听够了他的滔天怨言 急于夺门而出 就在这时 情况突然有了变化 随后的情形 其意义之大 说他可影响到我的一生 似乎也不为过 妻子说 你不要走 你不能离开我 穷 现在我最需要你 我很不好受 你知道吗 几天来 疼痛让我很少合眼 还有 你听我说 我乖乖地驻足倾听 穷 你不该让我失望 我们不是说好了 要同甘共苦吗 你的态度多让我伤心 任何时候 只有我柔顺 乖巧 可爱了 你才会陪着我 我要是心情不好 说话带刺 你就从家里逃出去 快得像受惊的兔子 多叫人寒心啊 他沉默片刻 泪水涌出了眼眶 他的语气缓和下来 亲爱的 你知道吗 我正在吃苦受罪呢 我不能帮你做什么 相反 我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你 到我这里来好吗 抱着我 什么也别说 用你的胳膊 紧紧地抱住我 我渴望温暖 力量 亲爱的 千万不要走开 我听话地走过去 紧紧地抱住他 一声不吭 妻子躺在我的怀里 轻轻地啜泣 就这样过了几分钟 他的脸上 流露出无限的感激 他感谢我 说在他最困难的时刻 我没有离他而去 他还深情地对我说 这个时候 他什么都不需要 只想让我抱着他 他要感受到我的爱 就在那一刻 我第一次领悟到 什么是爱 爱的真谛是什么 我不由地想到 真正的爱 意味着为对方着想 意味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 两个人都要相濡以沫 互敬互爱 我一直自诩是个合格的丈夫 对妻子充满爱意 然而就像他说的 我并没有陪他共度难关 他因难过或失望而抱怨时 我只是想到逃避 实际上 我应当留下来 与他和中共计 还有 我喜欢他面对我时 看上去快乐而可爱 却不愿见到他痛苦或发怒的样子 我会觉得很失败 误以为是我的错 才使他不快乐 只要有了这样的感觉 我就自残行贿 直至心生愤慨 我不想成为他发泄怨恨的靶子 所以两个人出现矛盾 我要么针锋相对 要么索性离开家门 一走了之 那天 我破天荒地没有离开他 我留在了家里 美妙地感觉难以言喻 在妻子真正需要我的时候 我满足了他的心愿 我也由此体验到 爱的感觉如此美好 我真切地感受到 真正的爱 是包容和信任 是体贴和照顾 是不计代价的付出 是在伴侣的情绪陷入低谷时 尽可能陪伴左右 给他他足够的力量和支持 而且 你在付出爱的同时 也将得到爱的回报 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呀 我不知道 过去何以粗之大意 一再地失去给予爱 和得到爱的机会 过去 我只要走到妻子跟前 抱着她就可以了 不用多做别的什么 而我却没有做到 换做是女人 仅凭直觉和本能 也能知道邦尼的需要 然而 即为男人 我完全忽略了触摸 拥抱和倾听 忽略了他们对妻子的意义和价值 在某种意义上 我在情感艺术上 是个无知者 正是从那一天起 我重新思考和权衡 究竟如何和伴侣相处 为使妻子不再受到伤害 使她度过难关 由悲而喜 由怒而乐 我不断地钻研爱的技巧 有了他们 就可以解决各种情感冲突 有了他们 只需花出小小的代价 就可以赢得丰厚的奖赏 天底下 还有比这更划算的事情吗 多年以前 我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我记得 每次与前妻吵架 我的态度都是冷冰冰的 妻子从我的身上 感觉不到一丁点的爱意 当时 我真是愚蠢 以为面对情感冲突 只有两条路可走 要么和对方一直吵下去 要么躲得无影无踪 以为可以风平浪静 稀释宁人 除了这些 我想不出还能做什么 这使得我的第一次婚姻 同悲伤 痛苦和不幸紧紧缠绕 何邦尼发生的这件事 终于使我开了窍 我知道 必须有一时地做出努力 为爱情增添猛料 我足足用了七年时间 对改善两性关系的技巧验证和实践 我认真研究了男女之间的区别 我欣喜地发现 只要善于经营 婚姻就不会变成爱情的坟墓 只 要策略得当 方法对头 就会大大的改善沟通与交流 我和邦尼就是如此 我们找到了改善关系的捷径 彼此更加欣赏和喜爱 我们的父母的婚姻 或许令人尊敬 可他们对本书的理念 方法却是外行 也就无从教给我们什么 其实他们一点也不复杂 其中的奥妙却令人振奋 我将结论传授给所有的咨询者 他们的爱情和婚姻变得更好 更完美 更绝妙 很多人参加过我举办的周末情感研讨会 常常在一夜之间 他们和伴侣的关系 就有了质的飞跃 这听起来就像是神话 却是活生生的事实 七年后 参加过研讨会的人们 还是不断地给我打来电话 或者写信 寄来明信片 言辞间皆为感激之意 他们说 我的课程让他们终生受益 我也时不时地收到夫妻 以及其子女的合影 并且负信致谢 感谢我拯救了他们的婚姻 当然 真正的拯救者不是别人 而是他们自己 他们终于知道 如何找回丢失已久的爱情 就彼此的差异 对正下药的各副其则 阻止下滑的势头 使爱情重获生机 否则就是劳烟纷飞 也怕蒙在鼓里 浑然不觉在转眼间 他们的爱情 为何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脑恨和怨气 却不断急剧 挥之不去 苏珊和吉姆结婚九年了 就像大多数夫妻那样 一开始 他们互敬互爱 感激上天赐予的恩赐 慢慢地 他们产生了口角 开始彼此抱怨和不满 一种前所未有的失望之情 不断蚕食着他们的激情 致使婚姻到了名存实亡的程度 既然爱情走到了尽头 与其貌和神离的生活在一起 还不如马上离婚 他们有了这样的决定 不过 就在预备离婚前 他们参加了我主持的 两性关系周末研讨会 苏珊难过地说 我们渴望维系彼此的关系 重新找回过去的爱情 可是 一点作用也没有 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的差异太大了 我的回答却让他们惊讶 我告诉他们 他们是不同性别的人 因此差异不仅正常 而且合情合理 更何况 别的夫妻也和他们一样 有着类似的差异 也因为无法接受差异 一再地产生摩擦 听了我的话 苏珊和吉姆 有了新的感悟 按照我的指点 两天后 他们就重新处理彼此的关系 就这样 他们再度陷入热恋中 感情产生了奇迹 他们都因对方的存在而喜悦 产生了蓬勃的激情 他们决心一生相守 永不分开 先前打算离婚的念头 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吉姆说 我的妻子又回来了 这是因为我们认识到 对方与自己是不同的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就像多年前那样 我们再一次深爱对方 我们要手拉手 肩并肩 风雨同舟地走向未来 出于感激 六年后的一天 他们邀请我到家乡做客 把我介绍给他们的家人 太感谢您了 您使我们再次体验到爱的感觉 他们对我连声感谢 是的 爱情 建立在相互理解之上 他们深切地领悟了这一点 很多人也承认 男女间的确存在明显的差异 却很少有人说得清楚 差异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 最近十年里 陆续出版的大量图书 都在解释男女的不同 美中不足的是 有些书籍提出的观念值得商榷 比如 他们片面强化两性的矛盾和对立 猜疑和仇恨 炮制出惊人的理论 男女两性水火不相容 言下之意就是 一种性别 乃是另一种性别的敌人或牺牲品 有鉴于此 我必须郑重地指出 要真正了解男女的不同 必须有健康 科学的指导 不然 在情感关系上 你将寸步难行 乃至犯下南辕北辙的错误 正是和尊重两性的差异 可使彼此更加尊重和信任 意识到个人的责任 知道如何满足对方的需要 让爱的味道更纯 更浓 更持久 在多次举行的两性关系研讨会上 我对超过25000名参加者问卷调查 调查的结果 让我更加客观而确切地看到 男人究竟是谁 女人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在书中将他们唯唯道来 你也会毛色顿开 心旷神怡 两性间一切仇事 猜忌的尖兵 在你的心中 将慢慢融化开来 随即 你会知道 怎样向伴侣展示更加开放的心胸 更为宽容和体贴的情怀 你更加懂得 如何经营婚姻和家庭 使爱情的土壤更加肥沃和坚实 本书将告诉你很多道理 你也要怀着饱满的热情 探索 了解两性间更多的差异 除了本书的建议以外 你还可以做出补充 甚至形成一家之言 所有这一切 都是为了使你的爱情 婚姻灿烂如画 处处动人 本书的理论经过无数次检验 其正确性 有效性 无可挑剔 在多达两万五千份个人调查问卷中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调查结论 都忠实地体现在书中 所以 我相信在阅读中 你会不停地微笑着点头 说 是的 你提到的这个人 其实就是我 我知道 你会这么说的 我也知道 你看到自己的影子 就不会孤独和寂寞 不会形单影之 因为和你一样的人太多太多 你的问题 就是他们的问题 他们的问题 也是你的问题 毕竟 你和他们不仅有着一样的性别 还一样的对异性缺乏认识 疏于了解 致使感情现状或许差强人意 甚至岌岌可危 正因如此 别的人因为本书而受益 你也可以得到非同寻常的帮助 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这本书 既讲述男人有什么不同 又告诉你鲜为人知的秘诀 教你如何弱化 直至消除你和伴侣的冲突和矛盾 从本书中 你会学到怎样减少摩擦 如何增进爱情和激情 他还告诉你 有了挫败感怎么办 觉得失望 感到悲观怎么办 你的另一半 减少了对你的爱 又该怎么办 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 婚姻 其实不是爱情的坟墓 而应当是爱情的天堂 是爱情失忆的七居之处 只要经营得当 爱情的卧土 就会开满鲜花 芳香四溢 有太多的人 对情感关系感到沮丧 他们爱自己的伴侣 可感情变得紧张起来 就不知如何解决 所以 你要认真研究你的伴侣 了解伴侣的感受和需求 如果你粗心大意 七 里糊涂 就不要指望爱情蓬勃向上 芝麻开花 你只会和对方吵架 彼此怨恨 早晚冲突不断 我敢打赌 你的处境 一定是这种样子 请你扪心自问 你是打算破冠破摔 还是渴望改变 你爱你的伴侣 可一旦有了摩擦 气氛紧张的剑拔弩张 你是否慌了手脚 不知怎么办才好 到了那样的时刻 你定然希望爱情专家帮你出主意 交给你一招办事 将爱情路上的荆棘通通去除 一流的专家将会告诉你 你要了解男女之间存在的差异 还有 对方的需求是什么 对方是否需要你的倾听 是否渴望安静的空间 是否需要你温情的话语 如此一来 你才能做出恰当反应 让渐渐远去的爱情再度回归 让被感失忆的伴侣感到欣慰 对两性的了解少得可怜 就无法拥有完美的爱情和婚姻 正像有的评论家所说 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 是最好的爱情和婚姻指南 他深刻地揭示出 男人和女人在各方面存在不同 他们的沟通方式不同 他们的想法和感觉不同 他们的认知和反应不同 他们对爱情的需求不同 他们看待同一问题 也常常公说公理 婆说婆理 大体说来 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的星球 说不同的语言 需要不同的字样 对两性的差异了解越多 就越有助于减少交往中的矛盾 消除不必要的误会 避免对伴侣不切实际的愿望 杜绝抢人所难的举动 记住这个事实 你的伴侣和你不同 对方来自另一星球 不可将本星球的规定 要求强加于人 你应该对彼此的差异产生敬畏 而不是想起来 就心怀不满或怨恨 否则你会大吃苦头 更为重要的是 读完这本书 你可学习到大量实用技巧 解决与情感关系有关的各种问题 你会从心理学的角度 了解对方的来龙去脉 你可将这本书作为指导 将自己塑造成经营完美爱情的高手 本书理论的真实性 可靠性和广泛性 可说是不正自明 千万人凭借他们而改变命运 它对你也同样意义重大 一是便知 书中的大量势力 就发生在你的生活中 他们让你有相识之感 自理行间 恰是你本人清晰的身影 本书就像忠诚的向导 牵着你的手 一步一步走出情感的误区 它告诉你 你可以保持本来面目 原样不改地面对你的伴侣 既不改变对方 也不委屈自己 进一步说 假如你是男人 读了书中的见解和主张 就很可能这样说 你说的那个家伙 其实就是我本人 你似乎一直在跟踪我 把我的情况和特点 摸得以清而出 当然 我的心里很踏实 不再像过去那样 老觉得自己这也不行 那也不是 我终于知道感情的癥结了 你是女人 就有可能这样说 有了你的这本书 我的丈夫就像换了一个人 她终于能够耐心地听我说话 我不再像过去那样 为得到她的爱和理解 不得不硬着头皮 先和她争吵一通 你解释我们的差异时 我的丈夫非常专注 她理解了事情的真相 谢谢你 这只是从千百万读者评论中 具有启示性的几条摘录 的确 本书将使你懂得 如何以新的姿态 面对异性或伴侣 想必你在感情问题上 绝不甘心懵懂无知 那么 这本书是你崭新的人生课程 当你结业的时候 这门课程带给你的变化和影响 或许可用这样的字眼形容 立竿见影 彻头彻尾 刻骨铭心 不要以为我言之过甚 因为事实胜于雄变 你在爱情的路上 不免遭遇荆棘 不免磕磕绊绊 别紧张 也别害怕 很少有人一帆风顺 畅通无阻 你要将劣势转化为优势 将不利转化为有利 感情出现问题 处理的不好 就会导致怨恨和疏远 处理的好 就会使爱的巢穴更温暖 你们彼此更加体贴 关怀 信任 本书不只在于提醒你 如何把情感问题统统收拾掉 它更想告诉你 临渊限于 不如退而结往 一切最终要靠你的见解和方式 因此 它提供给你的 是崭新的视角 先进的理念 高效的技巧 有了它们 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感情问题 你都可以追本溯源 发挥主观能动性 干净 俐落地加以解决 将这本书放在你的枕边 它会成为你最有力的帮手 给你强有力的支持 它是开绝爱的源泉的工具 你三下无处二 就可以找到藏匿久远的泉眼 把更多的支持 更真挚的爱收拢起来 虔诚地奉献给你的伴侣 你们都将沐浴在爱的空气里 男人是谁 女人又是谁 二者有什么不同 在书中 我做了大量的归纳和总结 你可能发现 有些言论和观点 即符合你的特征 它们似乎比别的叙述更真实 更与你心意相通 这不奇怪 人人都有其独特的经验和体会 你在书中可以找到自己 也可以找到别人 可以找到男人 也可以找到女人 在我举办的无数次研讨会上 参加者有已婚者 也有独身者 其中有些人似乎属于性别错位 举例来说 我描述女人的基本特征 某个男人可能站起来 说 我才是这个样子 有时候 一个女人也会郑重地声明 说她和男人的基本特征一致 我将此称为性别的角色转化 这种角色转化 在人群中司空见惯 这是个体独特性 以及家庭 社会等因素的影响所致 如果你恰恰属于这种情况 用不着打经小怪 我的建议是 假如你的特征和经历 不符合书中谈到的某些内容 可以忽略不计 迅速转向其他叙述就是了 当然 一字不拉地从头读到尾 对你没有任何坏处 你可借此深入地了解自己和他人 据我所知 有的男人 故意隐藏起男子汉气概 以便显得更有爱心 更为体贴 更负教养 与此同时 许多女人也苦心孤矣 有意放弃温柔似水的女性特征 以便在男权社会中 争得一席之地 在各方面和男人 一争高下 为此 我主张你熟读本书 掌握其中的策略和技巧 这样 你不但可以使爱情 婚姻产生更大的激情 也是你的男性或女性特征实现平衡 另外 我在书中谈到的男女差异 只是选取特定的角度 毕竟 这是个过于 复杂的问题 非三言两语就能道尽 男女的不同 来自生物学差异 父母的影响 以及教育状况 出生顺序 社会 媒体 历史 文化等诸多作用 在我的其他作品中 关于男人和女人 在多方面的差异 两性关系的本质 和谐相处的价值等 均给予更为详细 的讨论 从那些作品中 你可得到更为详实的解答 本书正在告诉你 怎样更好地处理两性关系 它当然不能完全代替心理治疗 某些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 混乱不堪的家庭状况 恐非一本书所能应付 尽管如此 本书的价值仍有目共睹 它的观点和主张 可使情感失忆者得到喘息 使离鸾别缝的双方 破镜重圆 而且 经过一定时间的治疗和恢复 完全可使生活从此步入正轨 使关系更趋稳定 本书将提供一切支持 它是你最坚强 最有力的后盾 近年来 我不断地听人们说起 这本书带给他们的太多太多 他们对于男人和女人的了解 远远多于数年来所知的总和 有的人在感情上的问题 用紊乱和凄惨形容也不为过 然而读了这本书 浮以适当的心理治疗 情感的伤口 竟神奇般地愈合了 从另一方面说 即使眼下 你的情感世界风调雨顺 充满了爱 关切和体贴 也不能保证永远风平浪静 一切意外的 或从天降的情形 都是可能的结果 所以你最好为与筹谋 把本书的方法和策略储备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我相信 人人都可以本书而获益 从我的研讨会参加者那里 从来信的读者当中 我听到的唯一消极的反应 不知你能否想象得出来 那就是 为什么在过去 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些呢 我可以听到他们隐隐地抱怨之情 行动起来吧 为你的人生赋予更多的爱 一切还不算完 你要学的 只是新的方法 新的技巧 你即将告别灰色的世界 迎接的是五彩斑斓的人生 不管你的情感问题有多少 不管你是否正在四面楚歌声中挣扎 也不管是否病入膏肓 正在接受某种形式的心理治疗 我要说的是 你想拥有更加完美的爱情和婚姻 本书一定是你最好的礼物之一 与你一道分享这本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 我的心情不胜喜悦 我虔诚 忠心地祝愿 祝愿你的爱情智慧在头脑中增长 祝愿你的婚姻圆满而风盈 祝愿所有的伴侣互敬互爱 一生幸福 为了我们自己 也为了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远离争吵和冲突 拒绝一切情感冷战 最大程度地减少离婚率 让我们携手共进 快乐地生活 成功地创业 实现幸福而完美的人生 琼格雷 1991年11月15日 加利福尼亚米尔河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